首先呢 如果今天呢我把剛剛的這個聚集 這個聚集要進化到 VBA的話 那差別在哪裡呢當然呢首先 開發人員各位還記得吧上禮拜講到 錄製聚集實際上就是 Israel自動幫你把那個你的動作 記錄下來 記錄下來之後做什麼呢 也就是幫你把 你需要的程式碼幫你寫出來 也就是說啦假設你有些 將來如果遇到那個VBA程式喔你不太會寫的話 其實還有一個方法就是說你可以用錄製聚集 先寫出來 寫你要的部分然後再跟你會寫的VBA搭配在一起 也就兩邊其實是可以互相 怎麼樣 互相的互相搭配啦沒有說一定要怎麼寫這個程式的 主要當然每個人工作的內容啊邏輯都不一樣所以有的時候 最主要就是說呢你要能夠有效率的快速解決問題啦 至於怎麼搭配有的時候 還要看你的功力來決定因為有的時候你剛開始不太熟 沒有要你用錄製的 但是等到你比較會寫VBA程式的時候我是建議慢慢你可以擺脫 聚集錄製 你可以自己 自己就來 自己寫 那怎麼樣自己寫喔 我們大概今天等於是 先來講一下有關那個VBA這個部分喔 那首先的話呢跟各位講一下在那個 Excel裡面喔你可能要特別 第一個要先知道的就是說有些相關物件 怎麼樣表示說 我要把那個資料放在某一個儲存格裡面這個動作 或者說把 儲存格裡面資料怎麼樣串接之後再放進來 那首先的話第一個 我們要如何開始寫VBA的動作 也許將來你就標準化 一 特別重要一定要有開發人員 二的話呢 一定要 切到VBA 那第三個我是建議喔 你可以把那個VBA這個畫面喔 本來他是 好像放到全部吧 就是把那個Excel蓋住對不對 那我的習慣是把那個 這個VBA畫面喔 輕易把它稍微縮小 然後呢 移動到這個Excel的上面 為什麼要這樣做喔 主要原因是因為我可以一邊看著我 到底要 做什麼動作 再去寫後面的程式 也就是說兩邊其實是有互相搭配喔 不是說我今天 好像想像的就寫成沒有我現在是 看著我的需求 我把我的需求寫成對應的程式嘛 大概都是這樣子 那 第一個先把VBA打開喔 那第二個的話呢要寫 程式要寫在哪裡呢 特別注意喔 以後的話呢 如果你的程式喔請你一律寫在模組裡面 假如沒有特別的 狀況的話 一律就寫在模組 那如果是按鈕的話呢 一律就是SUB 所以呢如果今天呢 假如說我今天希望寫一個 自己寫的那個 一個 按下去的話呢 他叫做 前面要串接我們不要用串接 也許我們叫門號好了 反正叫門號這個 然後一個 一樣是清除好了 不過不是用錄製的 是自己寫 那首先第一步喔 我們就是VBA 然後 模組當然你有兩個方法 你可以寫在句集的下面 句集這邊本來就是模組嘛 Module 1 那另外有一個就是說 那我也可以把它分開 我是建議這個可以分 分開怎麼分呢 你可以在這上面按右鍵 再插入另外一個模組 也就是說呢 你假設啦 就是SUB不多的話 你可以寫在一個模組 但是如果你要分類的話 那你可以把它分成兩個 三個都沒關係 不過記得你要放哪一個 那你不要寫一樣 重複的東西就對了 比如說把它分開來 所以再插入第二個模組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就會 產生一個空白的模組 叫Module 2 那我就把程式寫在這裡 那 再來的話呢 我有Visual Basic 裡面有模組了 那我就寫 那寫程式怎麼寫 記得喔 反正按鈕一定是SUB開頭 那再來的話 後面是按鈕上面的名稱 那我要叫什麼 自己可以取啦 比如說我叫門號好了 所以這裡的話呢 我就取個 名稱叫門號 OK 好 Enter 那你會發現呢 你打上 SUB 門號 Enter的話呢 他這個後面的東西會自己幫你產生 那意思就是說 他叫你說 把你的程式喔 寫在這個中間 好那我們第一個啦 假設我今天 要開始寫的話 我建議是按個TAB TAB就是縮排 下一階的意思 那再來的話呢 跟他講說 我希望幫我把什麼 把這個後面 這三個號碼 這三個數字喔 幫我合併之後 合併放在這裡 OK 所以喔 如果假設在VBA裡面喔 他的敘述呢 特別是這個 這個叫 儲存格喔 儲存格的 物件名稱喔 在VBA裡面叫 Sales 所以你就打一個 打小寫大寫的 沒關係 一般習慣是寫小寫 OK 好 那Sales的話指的就是 你會發現加S喔 指的是所有所有的儲存格 所以後面的話我再加一個括號 跟他講說 我請你幫我寫在 他會先秀出說哪一列啊 那我就第二列 逗點 Column index指的是哪一欄 當然你可以給 給那個 數字 比如說給5 可是喔如果你給5的話 其實閱讀性不高 為什麼因為你可能 5 2這個看不 所以一般習慣喔 會打成哪一欄 所以呢會打這樣子 1欄 所以喔 那這個敘述的話指的是 2儲存格 OK 不過Sales比較麻煩 他變要顛倒 一般習慣當然我們會把1放前面 2放後面 但Sales剛好兩個顛倒 這可能要特別小心 那加一個等號 後面的話呢 我們 就是什麼 給兩個雙引號好了 好 那兩個雙引號呢 意思就是說把後面東西喔 把它放到這個儲存格裡面來 那我要放什麼東西進來呢 特別注意喔 那有幾個東西啊 要不就是我把儲存格的東西一個個放 要不然就是說 我乾脆就把那個之前我寫過的公式 直接放到這裡來 讓他幫我輸出到這個儲存格 所以之前的話我們有寫一個公式 公式叫什麼 就這個 比如說 等於 09 然後 endf2 endtest 那其實你可以把這一串公式複製一下 取消 記得要取消 如果你沒有取消的話 你要切到Visobase這邊是 點不進去啦 因為你優標還在這裡 他點不過來 所以記得把它取消一下 也就是說我們有一個方法 如果今天 希望丟公式到這個儲存格裡面的話 那程式部分 就是 直接把剛剛的那一串公式 放在這個雙引號裡面 就可以了 不過有一點可能要特別小心 因為在VBA裡面呢 本來就有使用雙引號 那如果說假如你現在貼的時候把這個公式貼進來的時候 那你會發現 在這個公式裡面 他也用雙引號 來表示是文字的開始跟文字的結束 那這樣子的話他就會容易confuse為什麼 因為呢 VBA也用了 那你公式也用了 他會變成說他沒辦法分 出 到底哪一個雙引號是VBA用哪一個雙引號是公式裡面用 所以如果你遇到這種狀況的話 可能要特別小心喔 這個外面的雙引號是VBA的 那如果裡面你貼上的 只要有看到雙引號的話 你必須要記得一個規則 什麼規則 就是呢你必須把裡面的這個雙引號一個雙引號要變成兩個雙引號 這樣子 才不會出錯 也就是說他為了要 這個 辨識說到底哪一些是 這個VBA的雙引號哪一些是公式裡面的雙引號 所以這個可能要稍微記一下 也就是說以後 你那個 只要是公式裡面的雙引號你要貼到 VBA裡面的話 那你就要記得 一個要變兩個 當然喔一個要變兩個當然如果你這樣改的話怎麼改 你記得喔前後不用兩個 中間的話最好這樣改 一個 兩個有沒有這邊有 然後這邊看到雙引號再加一個 反正你只要裡面公式的你通通都 把它補 補上去就可以了 一個變兩個就對了 這個是一個 基本規則喔可能要記一下 然後這邊頭尾 但其實這算還蠻多 最後這個不要喔最後這個是VBA的 所以這個不需要 其他呢 通通喔都變 兩個 那你移開的話你會發現喔 他基本上就不會出錯 那你說老師這個還是有點困難我可能還漏掉怎麼辦 其實還有一個方法啦 如果你擔心會漏掉的話 我建議有一個簡單的我自己是這樣做啦 我會把那個剛剛那個公式 這個公式有沒有 複製之後 取消 先把它怎麼樣 貼到那個記事本裡面 記事本應該知道負主用程式裡面有一個所謂的 記事本 你把或者是握的也可以啦 貼上記事本之後因為記事本裡面有個很好用的功能叫取代 那很簡單你怕做錯吧很簡單一個雙引號怎麼樣 把它取代成兩個不就好了 然後你按個取代 他就OK了那你再貼過去保證正確 絕對不會出錯所以喔 應該懂我的意思啦 然後呢我就把這個公式把它複製了 然後再來怎麼樣呢 再貼到剛剛的那個Visual Basic這邊 記得喔是這個雙引號裡面喔 把它貼上去 好那這樣的話呢我們就完成了第一個 簡單的VBA程式了 雖然沒幾個字啦 但是每個地方都很重要 一個字都不能錯 那再來什麼執行呢很簡單 請你在上面按一下執行 他會做什麼動作呢 他就會幫我把 後面的這一段公式 輸出到指定的這個儲存格 這個儲存格叫什麼 1212在哪12在這裡 所以如果你按下執行的話 你可以看一下喔 這邊就看到這個公式了 執行一下 好啊你會發現這個公式就過來了 有沒有 但是啊你想說 這裡面明明不是有兩個雙引號啊 為什麼到這邊變一個 這就是規則 因為呢 在VBA裡面只要是公式的一定變兩個 但是你輸出的時候呢 他就會自己這樣幫你怎麼 再把那個公式裡面本來兩個有沒有 又轉換成一個 OK這他的相關規則啦如果你大概知道一下 你就你就不會覺得很奇怪喔 好啊問題來了 第一個 那如果要清除掉的話呢 清除很簡單你可以 在這邊再寫一個 比如說在把這個 sub跟這個sub 一起選完之後 然後 複製之後再貼上 可以再寫一個什麼 門號清除 那名稱的話呢你只要改那個啦 改下面這個名稱 門號清除 那什麼叫清除喔 其實很簡單啦 他其實就是把什麼 把等號後面呢 只要給 兩個雙引號 裡面不要放這個 這個叫空置串 如果這樣門號清除的話 你再把它執行 你會發現呢 他就會把這個東西叫空置串 丟到這個儲存格裡面去了 那裡面就不見了 OK應該可以懂那個意思吧 所以請各位待會試試看喔 就是門號 輸出 然後門號清除 那你想說老師那問題是現在只有一個怎麼辦 我如果要全部呢 幫我從頭到尾全部都完成了 待會就跟各位講喔 在 VPA裡面 有一個很重要的 的 這個一個 功能 這個功能非常的重要 就是說呢 我們以後如果要重複做什麼事情喔 那你需要用到回圈啦 那回圈的話待會跟各位講怎麼去寫回圈這個東西 請各位先試試看喔 特別是喔 1 開發人員 的Visual Basic 2的話呢請你在這邊插入一個模組叫Marcho2 然後寫一個sub 門號 把剛剛做的動作呢試著做做看喔 畫面先 還給各位一下喔 OK G